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日 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在11月最尾交易日之中 其实它是反映了12月的期指 先跌了500多点 今天是反弹了大约有200多点 跌500多反弹200多 如果只是反弹那么多 应该是反弹不足 之后还应该会继续下跌 我基本上是估计12月初 应该会有一个调整市 即是去到12月可能是10日 或者15日之后 应该市道会稳了 就会慢慢做上升 为什么我估计12月初 会有一个调整市 我们要看看这个期指的图 期指的图 你看到到11月 除了第一个星期有大升之外 第一个星期大升之外 其他三个星期都是很小幅上升 代表什么呢 就是动力不足 凡是这些小幅上升 后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这些都是一样的东西 当然 我们现在要看的情况之中 就是会否之后 真的会调整多了 调整多的话 可能应该落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这个应该是249 24,900 即使是250 因此我估计支持可能是250 亦都可能未到的 未到的话 为什么会未到呢 因为我们A股真正表现得比较好 可以扯着它上去 第一件事 我们要看到很多所谓的科技股 其实去到11月的时钟 已经看到是上升负力的了 不要说阿里巴巴其他等等好东西 都是会见到它有少少是这个 就是后径不计 阿里巴巴之后的时候 是更加给很多投资者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阿爷是不会接受资本主义那一套 是有winners take all的 你winners take all的话 你就将会其他人吃什么 阿爷为什麽就业问题 所以因此阿爷一定会要求 一个均催小的主义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都会告诉他 在中国不是大到不能倒 千镜米搞错 而是太大你就要倒 一定不可以让你搞到有独裁垄断 很多人特别外国人以为 好像用美国那套走回来 很多人也都以为 是用回那套之后 越大就越好 阿爷不是真的要那麽大 你看看 遲些时钟阿爷越来越公布 很多在金融方面的管制 其他等一样的管制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讲讲 有几个股票 美团等等这件事 它们这麽大 它们会怎麽反应呢 另一方面 为什麽我又讲 A股是会出现牛市呢 你这麽多这麽多东西限制 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的市场 美国是一个三亿人的市场 就算中国是斩开了四个五个 每一个市场都有三四亿人 是等于是一个美国市场 当然你说它们的消费能力没有那麽大 不过在规模上来说 会是这样的 再其次的话 它们也都是小是小做 你美国卖一千元一股 我就卖一百元一股 不过我现在仍是十元股 所以在这点里面 你看看一件事 MHCI明成指数基金那样东西 今天有一个消息 它说 它说希望 中国方面 出多些是对冲的衍生工具产品 为什麽呢 它说 因为有太多外国基金 是要求增加A股 在明成MHCI基金指数里面的比重 即是证明外资很有兴趣力 不过外资有一件事 它怕着你这个对冲工具不足 它们一时走起来走不及 为什麽它是这样的对冲工具 它们不是真真正的怕着走不及 它们最主要怕着是什麽呢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对冲工具 我拿了一货 我只赚少一折 我是长得拿 如果我不是的话 我又出一下Warrant 又出一下借个哪个 借股等等 同一只股票 真的会赚很多钱 可以不移动都可以 这个月炒上去10% 下个月炒下去10% 来回就20% 价格没有移动过 不过 所谓什麽政物政 什麽什麽 就已经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 要看得到这个问题 就要知道 阿爺是否会给这麽多衍生工具出来呢 阿爺会的 即是不会给到很多 因为不要在这裏 搞一个很自然的大炒特炒 这样的市场 阿爺只是喜欢灰番薯 不喜欢炒栗子 灰番薯一定的 等着它熟 炒栗子不是的 是转来转去的 在这点 大家亦要留意 其他外面的资金是怎样 很简单 看一看这个问题 美股现在PE多少 美股还有没有上升的潜力大不大呢 起这点 他们变成要考虑一件事 会不会去一个 还有比较大的上升潜力的市场 才能支持到他们的盈利表现呢 这个市场在哪里 埃塞俄比亚 当然不是 当然来中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抗疫有成绩 经济是见到好 很多人认为 为什么他们来A股呢 其实很简单 你最近这几天 所发展出来的经济数据 又是借个好 那个好 你认为那些犯人不知道吗 一早已经知道了 计算了 人家的经济学家 人家的分析员那些东西 真是一流高手 难道你政府公布数据 就像我们那些人 要等到人证公布 他好了 那才是吗 当然不是 一早已经计算了数 计算了很多东西 就已经知道了 因此 我是认为 一 如果阿爷稍微配合一下 给他多一点对冲基因工具 明成基金又将A股 在这个MSCI指数的占比又加大 那有一些先行的 是外国基金来到赚了钱 有些未曾来到 怕死的那些 等到以后 将会是忍不住的 就像我们香港的小投资 人家升了百分之五十之后 你才扑进去 是不是 那再升多百分之十 就收工 后面的那些直接将会来 在今年的十二月左右 很多人开始偷步入货 所以外资流入A股的资金 是多了 到明年一二月 很多基金 还要调整投资策略 即是调仓等等 在这点里面 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就是 美国的疫苗是否真正可以 美国的疫苗应该在 稍后期间 十月中 十月底 就开始出来 那时候广泛地被接种 在这点里是产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 我们要看接种疫苗之后 有没有这个副作用 是要起码接种了六个月 才看有没有副作用产生 本来应该是要有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不过美国呢 打麻烦 他那头在实验室做出来 那头就已经说可以批准你 其实是没有第三期 在普遍民间使用之后 有没有副作用的 我又假设一件事 他真正出来之后 十分不幸 有几个老人家挂头 第一件事的反应就是 疫苗有问题 打死人 虽然这个老人家 可能撞车死而已 人家一看到 这个接种疫苗死了 就不会寻求真正死因 就是赖了疫苗的东西 若然是这样的话 美股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开始突然间又对疫苗有寄望的东西 变成对疫苗失望的东西 你认为美股应该跌多少呢 你认为在那边的是投资机构 基金经理会不会考虑到 和我同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疫苗方面 未真正完全做完完 检测有没有六个月的副作用的问题 未有出生也未有六个月 你何来可以认为六个月 有没有副作用这个数据呢 在这点 所以很多基金经理 在明年 特别是如果 在一、二月之中 疫苗一出现有点点的问题 不是可以是够苦够难的话 资金就要蜂蕴而走出 在这点 那哪个地方可以怎样呢 中国不打疫苗 那些人都不染病 香港又怎样情况呢 香港会执倒是因为A股大起来 那这点呢 我又觉得 A股是会大起港股 因此港股 是否真正会下跌到二万五千点呢 比较有点点难度 不过又不是一定可以不行的 鬼谷有一个上升裂口吗 那如果要补回上升裂口的话 那以后会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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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港股也会比较好 而港股也会比较好的 在这点呢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去到这个是美国方面呢 凡到十月呢 很多人呢 就会被投资了要计数 很多基金经理呢 亦都要在十一、十二月 即是第一、二个礼拜 或者最迟你第三、四个礼拜 你就需要沽货、图现 等别人来负回 或者你要分红 在这点 美股在这里是会有点点压力 所以为何它会在十一月升了给你 升了给你之后 始终呢 它会开始慢慢 就会有所压力调整 若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港股也会受少少压力 不过不代表A股会受压力 因为根本都是不同的事情 起这点 我就会来看看 恒生指数期货十二月的怎么看 周线图上面 它是去到这里 升了三月 就开始出现一支阴烛 这里就跌了下来 视到比利加通道的中轴 这个是放大一点的 接着也有朋友 顺便问南方A50 护心300 我顺便以此来说 这个是A股的情况 大家可能很不察觉 因为大家少看南方A50 这是月线图 大家看看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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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顶没有? 三顶而破 因此 南方A50 即是国内的A股 应该继续上升 上升 上升分析有多少? 由这里至这里 我不知道 大家看看 这点 亦出现了日线图上的情况 南方A50 之后 我们接着有华夏护心300 华夏护心300 包括了有深圳成文股为主 看看月线图 又是出现了一顶 两顶 三顶 都是三顶而破 不妙破 差一点点 因为这里是64元 这里是60元 不如你看得到 A股 南方A50 真真正的明显破了 没什么理由 在一个科技股大动之下 而护心300 是以波及股为主 迟早都会破 因此 起点 就是 无论在南、北两个股市市场 中国上面 都是有三顶而破的迹象 那你说后市可不可以好呢? 说完这里之后 就说一说 有些是 被人认为是既意很高厚望 而后来就是 是一直值 都是觉得不够的 股票 其中的1171 我们将会出现很多这类股票 业绩颇好 而继续跌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中国生物滞上 以前这里 就憧憬它十分好 去到这里之后 问题出现 你开始有钱赚 这里是没有钱赚的 没有钱赚的 为什么会涨呢? 因为没有钱赚的时候 我便会觉得 你日后可以有钱赚 所以这个阶段 你烧银子 我是不介意 如果你有人有钱赚 就死火了 你赚多少钱呢? 赚2毛主 你之前烧了这1万元 现在赚2毛主 你可不可以赚日后 赚200万回来? 如果你找到 不是 原来有牌的 我马上就去对理念 就是本来 就是认为 这个可以很生养 出来找得到它之后 就是不仁 不可以 结出石子封果 这个是很多 是创业基金 是抛起你的时候 原因就是 为什么呢? 我要求你可以赚100元 你只是赚10元 我何时去到这个是100元 我唯有跳船 还有钱赚 所以 这些是股票 就是为什么很多 这些科创股 这些新兴科技股 它一天未赚钱 它一天不会被人抛弃 它一直照它能够赚钱 真的要赚钱 你总是被人觉得 你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家乡 即是我的本 所以预期那裏 我就遗弃你 所以公布好业绩 赚钱 不过你不是赚极大的钱 你就死了 人家预期你赚100元 你只赚2元 那我是不是丢你呢? 所以中国的生命是其中一种 这个也是 其实 聪明的人 需要什么去到 等到现在你公布业绩 说它好 在这里已经知道 在年中已经知道 它一定会好 不过不够好 好、好、好 好、好都没用 所以公布业绩之后 便这样跌 跌的时候又怎样? 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之前的人 要求太多 现在回归基本部 在这里再开始过 这一节我们当没有玩过 如果你之前没有拿到的话 我就由这些开始 慢慢考虑吸纳 即是如果要吸纳 记住 这之前回归了多久? 都要一相当时日去弄低整固 另一个是美团 美团在这里 是不赚钱的 这个周倩图 十分之好 你不赚钱就好了 这个叫烧银子 烧银子 你越烧得多 以后就做得多 后来到这点的时候 那些人就开始有问题 为什么? 两样东西 第一 我刚才说过 阿爺是不会给你一股独大的 所以它是有垄断的问题 其实美国也是有一个反垄断法 阿爺一样现在做的反垄断法 你不可以一股独大 因为你抢了所有人的生意 人家没有饭吃 所以它要求你提示 勞工的成本要增加一些 市场的占量都要让一些 银行都要让你 国企银行都要让你 何况你呢? 所以美团也知道这个问题 它开始要做多少 一样东西 开始不做的老本学 这个是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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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你以前只是帮别人送饭菜 你现在说自己搞档摊 怎样? 即使你从你的顾客去竞争 那样东西 人家又做煮饭的 你又做煮饭的 那你怎么做呢? 不要忘记了 你帮别人送饭 你是没有垃圾的 除了一盒之外 真理主煮饭 我可以说 是天一半地一半 浪费的物料 可以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都控制得不好 以后就舍死你 因为你经营一间酒楼 经营了很多东西 所以 而当它的资金精力 不是用在扩展的平台 美团的优势是它平台 你下手下去做的话 已经是低低了 所以美团 现在公布业绩之后 就会觉得 有一个不太对板 那预期怎样呢? 已经说完了 有帮保险 它终归是应该可以上去一百元 不过 现在很对不起 要下来 等等一样东西 要下来 这个就会没法了 你会是要预住这样 因为始终来到这里 上不了了 九十元上不了了 那你就下来 又要在这里 又要等充斥过 在这点 我又觉得 慢慢 那些人是会看到 特别在明年的年初 当美国的市场 不太好表现 就出现了新兴市场 比较好表现 一个比较好表现 一个相对短的时期 因为美国方面 耶伦出来做事 很多人认为他会减息 用很多意味放水 我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不过这次再说 信玉光学 始终是一只好的股票 不过他现在来到这里 之后 你见到他一路是回调下来 所以凡是人的 炒家都一定要避其封 你跌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跌下来 因为整体的一定 手机的整法 一定是今年的销量 或者明年的销量 有些是阻碍了 在这点里面 所以要避其封 下面我怎么看呢 应该下来140元左右 现在是151元 这是日线图 这是放大一点的 基本上 我会看到的是 12月份上半月 是应该一个整固的局势 下半月 是比较可以好一点的 是开展了2021年 而我觉得整体2021年 2021年 是一个升市年 无论是港股也好 A股也好 都会是升市年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这个升市年里面 能够找到你的钱 你的退休金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